李宇童又爆料!薛之谦曾对她的闺蜜有想法! 李宇童又爆料!薛之谦曾对她的闺蜜有想法! 还记得去年薛之谦和李宇童那一幕幕大戏吗? 自从去年连环首次薛之谦之后,薛之谦回归娱乐圈,李宇童回归生活,搞自己的电子商务。 本来以为时过境迁,双方都该风平浪静,各自安好了。 然而事情不太顺利,最近她的店铺就绿绿遭到差评,无奈被迫停关,按照她的话就是世间的败类恶意攻击我的店铺,导致损失了460万。 昨日,她就发出一条微博,人的忍耐是有底线的,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来表明自己似乎是忍无可忍,无需再忍的态度,大家猜测她要放大招。 有网友就讽刺她无病呻吟,李宇童回复说自己内心纯洁就行。 当然有网友赞她,帮李姐姐说一句话,她不是发神经就是重提,而是因为被欺负才必须站出来为自己发声。 很多网友猜测是某些粉丝所为,但李宇童表示这么大手笔绝非粉丝单干的,这次恶意攻击的骚操作要花50万,震惊了。 随后,她还讲述了自己之前一些收钱的大号没事就黑她,强调了自己认识的艺人很多,暗指比那个水红很多,并表明蹭热度不用等到今天,态度也更加鲜明地表示有仇就报,管她是谁。 而在今晚9点多,李宇童说到做到,开始放第一个猛料,某人和某人发生男女关系,这事我早就知道,但是后来被发现。 吃瓜群众们就好奇了,那这某人和某人是谁呢?还骂关子。 面对李宇童这种实锤很杂的做法,大家表示既然薛项要整你,那就锤到底好了,当时手软还忍受了谩骂,现在锤到的理财是最好的办法。 看来伪球迷们世界杯都不想看了,就做等李宇童更多的实锤。 接着,李宇童不负重网,又一个料让人大跌眼镜,前男友想要睡自己的闺蜜。 李宇童表示,她的闺蜜被暗示要求过夜,那时候对方和李宇童还没有分手,而闺蜜至今还保留着短信证据。 网友多是愤慨,薛之前这么恶心,连喝醉都不忘打省略号。 兔子都不吃窝边草。 这一次李宇童来势汹汹,活力不减去年,今往李宇童的微博还暗示了对方声称不做歌手也要弄死她。 而越来越多网友跑到李宇童微博评论底下,让李宇童不要造谣,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。 对此首授是支持的,爆料就要附上证据,不要冤枉任何一个人谢谢。 最后,我们就做到李宇童的大锤吧